NBA继后赛 第十八号科比绝杀太阳 06年5月1日 西部季后赛首轮第四场 在斯台普斯开打 对阵的双方是太阳和胡人 大比分是1比2 经过常规时间的较量后 双方仍未分出胜负 进入加时 加时赛中 太阳在最后时刻掌握主动权 在中场11.7秒时 以98比97领先胡人 但最后的球权 却在科比手中 科比拿起直奔前场 面对迪奥和拉加贝尔的双人防守 突然急停 甘拔三分跳投 球力落得入框 科比完成了绝杀 因为科比在06-07赛季更换了号码 所以这也是八号科比最后的绝杀球 第九 利拉德超远三分绝杀雷霆 18-19赛季 利拉德率队与雷霆对阵 赛前 人们都认为雷霆将成为胜者 但四过后开拓者三比一领先雷霆 被逼到绝境的雷霆 在第五场反击 在最后时刻 雷霆很有作为 保持了分差 但无奈利拉德太强了 他连续追分 并在最后一攻中 闲庭信部的面对保罗乔治 以一个超远三分 绝杀了雷霆 送雷霆回家 助开拓者进入第二轮 第八 利拉德0.9秒 绝杀火箭 2014年5月3日晚 开拓者和火箭 激战正憨 双方比分紧咬 火箭在最后0.9秒 通过帕克森的补篮 领先两分 留给开拓者 0.9秒 暂停后 开拓者边线发球 利拉德从三分线内都出 队友将球 传给利拉德 利拉德拿球 出手三分 球里手 灯亮起 再费了一段后 球入框 利拉德完成了绝杀 这球让开拓者收获一场胜利 也将大比分改写为4比2 淘汰了对手 让自己继续征战NBA 第七 马里奥埃利决杀太阳 95年5月20日晚 西部半决赛火箭 对太阳的第七场开打 火箭是未免冠军 而太阳则是挑战者 作为挑战者 太阳将火箭逼到了悬崖边 中场前7.1秒 还领先2分 最后7.1秒 火箭开始进攻 太阳执行全场防守 火箭倒了很久球 也没有机会出手 最终 马里奥埃利在左侧底角得到了球 他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出手三分 球完美进框 投进这球后 埃利对着太阳球队 做出一个送别之吻 这球后来也别成为死亡之吻 火箭凭这球 以115比114战胜对手 从而4比3的大比分战胜对手 挺进西部决赛 继续为免征程 第六 伦纳德压哨 绝杀76人 19年5月3日 猛龙与76人的抢期大战 在猛龙主场举行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晋级东部决赛 两队都拼尽了全力 就为球阵一胜 最后4秒 双方比分打平 伦纳德接球后 运到底脚 恩比德来防守 但伦纳德 面对恩比德 高高跳起 完成出手 球垫了几下 还是踮进篮筐 伦纳德完成了绝杀 把猛龙送进了西决 一向平静的伦纳德 在命中绝杀后 也十分激动 第五 斯托克顿 绝杀火箭97年 西部决赛第六场 对阵双方 是绝士和火箭 赛前大比分 是3比2 绝士赢了就是队史 首次进军总决赛 而火箭输了 就意味着夺冠窗口的关闭 第四节后半段 火箭一度取得领先 但斯托克顿站了出来 连续得分 将比分打平了 随着火箭 最后一攻不尽 留给了绝士 2.8秒进攻时间 绝士暂停回来 边线发球 斯托克顿 在接近半场的位置 拿到球 他运了一步 果断出手 球掉进篮筐 斯托克顿 完成了绝杀 绝士第一次 挺进了总决赛 第四 乔丹的史尔特决杀 骑士89年 东部季后赛首轮 公牛对阵骑士 这时候 骑士也是东部霸主 双方打得很胶着 系列赛 进入了生死战G5 G5最后一分钟 双方比分更替 骑士比分领先 公牛获得了球权 乔丹拿到球后 轻松甩开一乐 命中压少中投 公牛一分 险胜对手 命中中投后 乔丹激动地跳起 挥舞手臂 而这一球 被人们称为 The Short 是乔丹生涯 喜欢就点赞订阅 支持我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